110年全国桌球锦标赛 12号到16号一连五天 在花莲建立体育场的小巨蛋进行激战 超过800位的选手桌队厮杀 而全国一流的选手起居花莲 赛事精彩可奇 花莲桌球最大胜势 110年全国桌球锦标赛12号正式开打 一连五天的赛事 吸引了来自全国超过800位选手参赛 厮世分别是男女单打 男女双打以及混合双打等五个组别 总共的组别总共有150几对的参加 这一次比赛都是从外地过来的 我们的赛事采育赛单打部分 取16名进入决赛 双打的部分包括混双 是取8名进入决赛 然后尤其是单打 男女单打部分 第一名就是选入我们中华民国的当男国首 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承办这一次比赛 一方面可以带动我们花莲的观光 另外一方面可以支持我们县政府县长 徐县长对我们桌球和所有的运动的推展 由于防疫关系 承办的花莲县桌委会也做好了相关的防疫措施 民众如果要前往观看精彩赛事则必须有快筛证明 才能够入场观赛 这一次我们在防疫中还是属于二级 所以我们很严格的管控 如果一般民众要进来的话 要带入三天前的快筛 还有黄卡检疫 我们才允许他们实名制 允许他们进入 花莲县州委会欢迎喜爱桌球运动的朋友 在赛事期间前往小巨蛋感受一下桌球魅力 也顺便为选手们加油打进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